全球大宗原物料回补库存 域民航运表示乐观看待 也强调随着现货价还有合约价格上涨 再加上明年传播的供应量可能会比今年少 有望改善供过于求的问题 美国经济逐步复苏 欧洲走出景气谷底 加上大陆市场稳定成长 支撑散装市场需求出笼 反映散装航运运价的BDI波罗地海指数 更从12月开始持续上扬 尽管本周小幅修正 但观察海甲型船舶运价 达到每日34,412美元 较去年同期涨幅超过5倍 我们有陆陆细细的在观察这个市场的变化 然后在有必要的时候继续扩充 在海甲型船舶维持高档运价支撑下 包括巴拿马以及极限型船舶运价 也维持一定水准 有助于包括新兴、域民以及中航等业者 第四季单季业绩表现 不止如此也将溢注新签合约价格水涨船高 最坏的应该已经是过去了 2014、15年这两年之间 当然会有一些变化 不过我想应该是会逐渐的这个恢复 然后在大概在15、16年 会进入一个比较能够持续性的这个成长 其实从近期市场氛围来看 多数航商认为 受坏欧洲矿商密集出货 加上圣诞节、跨年等党期印注 第四季BDI指数 渴望维持高档 在动明年行情优于今年 产业见底反弹趋势 可以说是已经确立 发现罗关于台北报